你这个一转 这场比赛要换人了 其实我们总说创造奇迹的队伍 创造奇迹的队伍 先和上赛就差点进不了季后赛 进了季后赛连斩强队 最后拿到冠军 这个事情是不是也是不可能 是不是也是奇迹 那么什么叫奇迹 就是3比0的时候 没人做到让3追死 我们给他玩一波 给你做一下 真的很难 但是我们知道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只要有1%的几率 它也是可能的 对 好 那么在小宇上场之后 是不是会有一个阵型的变化 有可能小宇要回归到自己的辅助 现在场上的这5个人 除了神男之外 4个冠军选手 二狗啊 还缺个二狗 是 二狗在台下 我们看一下双方在于 现在脸上的一个脸部的微表情 孟磊看得出来还是那个样子 这场比赛其实我真的觉得 香哥即便是输了 也不能证明什么 他们不强 是现在的这支超玩会 你让我说怎么针对他们来打 能找他们弱点 我真是说不出来 确实 就连续三场单比赛上 A超玩会都领先于A仙格 二狗 二狗在台下 咬的嘴唇有点不是滋味 对 觉得自己的战友在上面奋战的时候 自己在台下只能为他们加油 我觉得没有关系 嗯 这场比赛 让我们看到他们的热情 这不是仙格仅仅5个队员的比赛 这是所有仙格 首发队员 替补队员 教练 及他们的所有支持者们的一场比赛 好的 这是双方BO7的第四场比赛 A G昌会3比0 A仙格暂时领先 目前A昌会在蓝色方 看他们先搬先选如何针对 赛点 123 还是搬老夫子 还是搬掉老夫子 搬露娜了 露娜不能放 自己家用了一局露娜 然后被A超玩会连续抢掉两局露娜 你会发现自从Tony教练来了超玩会之后 他们似乎BP从来不吃亏了 而且他们不单不吃亏 他们经常会在BP上套路一下对面 这个其实是蛮厉害的一个事情 对 关于在上班位 这两队打的时候 我们是看不见关于 银河战队 银河战队目前来说 在于得到这个教练之后 效果非常的不错 他们在变 首先这孟类的一个换位 包括打野的一个思路变缓 在常规赛里面 给对手已经留下了太多的阴影和阴霾 你不知道他后面会掏出怎样的英雄 我也扳掉 现在对于A超玩会来说 露娜这个英雄已经不代表梦类了 没错 刘肃游冠冠名露娜的意思 对 目前来说真的是月下无限连 连续两局 就是他不带断哪 你人不死我就不断 好 这个露娜确实是 因为现在我倒觉得是这样 就是没有必要说这个英雄一定要上班位 但是在这个3比0的时候 仙哥就一场比赛 没有机会来尝试怎么去针对他 所以只能把他搬掉 是 达摩再上班位 A超玩会最后一搬结束 看一下A超玩会会不会把李白放出来 李白一旦放出来 会不会开启另外一个磨合 你放出来A超玩会就敢抢 我觉得应该会必强 李白还是班 还是班 A超会的一手选择 杨检曹操 现在花木兰和斗黄胎都在外面 我们能赢 你们是 他的额头居然在亮 请睁开你的第三只眼 红色方是A线阁这边 A超会第一选花木兰 刚在无痕手上确实用得非常的舒爽 我觉得花木兰基本就是所有英雄里 现在最要抢的一个英雄 没有之一 对 干脚默爷出来都没他抢得很 真的是这样的 干脚默爷很多队伍不敢第一手拿 你昨天的比赛里面就没有第一手抢 对 东黄太一 稳 非常稳定的一个玩球的英雄 拿个曹操就更稳 曹操 杨检 朱布亮都可以 庄周 庄周 你看 给你俩辅助 双吻 是 这局就是一定要吻 这局有可能会出现 庄周打上单的一个情况出现 基本上就是他上单了 对 因为在前两局比赛当中 庄周都还是承担半个辅助位 对 这局他吃到了这么多的经济之后 能否把它转换成输出 扛住前期的大棋 就至关重要了 上一场的庄周是辅助 是 辅助 每场会 中单位置 或者射手是不是再会拿手鱼姬 曹操还有杨检都在 我觉得应该要拿法师了 也不一定 老帅这边法师可能忍受 但其实现在的法师选择不是很多 他们如果要真的稳 就四五手留在庄周 等一下有个很可怕的事实 老帅戴眼镜了 等一下等一下 他前面的三场比赛都没有戴眼镜 所以玩了个不足够舞 瞄得准一定 那跟鱼姬是一样的一样的 等一下等一下 你说这场有阿科出来穿会主要吗 鱼姬还是相对于就好一点啊 或者会不会他们四楼再拿个阿科出来 鱼姬给到边路啊 我边路的一个容错率真的不够高 不一定还要看嘛 我觉得几率比较小 是 不太可能再拿一个阿科 但是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鲜哥这边三四楼的应对 现在辅助位加上单位拿到了 应该还会拿一手 我倒觉得 其实现在鲜哥很难受 他不知道该五楼留哪个位置 看他们怎么选吧 其实一般来说是 不会在五楼留中单位 但有时候在中单 作为核心的情况下 也会有影响 杨检 曹操必抢一手 但是一旦抢了这两个英雄 他就没有射手了 干脆都拿 在我看 高剑林 中单位置 非常稳定的一个输出英雄 拿了杨检 中单位置 不如杨检 曹操全拿掉 真的 杨检使用出来 我觉得打野面是不错 那这样的话 还可以再保一手射手 如果说杨检 出来打边路 双边路 庄周加上杨检 那就没有射手的地儿了 现在四五楼 A超会的一个辅助位 选择太多张飞 牛魔 没有拿曹操啊 没拿曹操 没有射手 没有射手 还没有射手 我觉得A超会可以锁一手曹操 要是 我有种感觉 就是这手杨检 是不是给吴恒来打 吴恒的杨检 其实我一直觉得 比他的曹操要更强 其实这个版本 杨检没有曹操 这两个英雄本身啊 曹操比杨检更强一点 没错 但我也是感觉 这边倒是可以最后一手 考虑拿手射手 然后杨检去打野 吴恒使用装招 你头顶着刘苏 手抓的老帅 好贪心 你到底喜欢谁 这还好 你要是头顶着老帅 你就累了 毕竟还有一副眼镜的重量 张飞 曹操 双边路出来 应该是打野的李渊芳 比较稳定的一个打法 曹操给到对面了 阿柯 那就是杨检 庄周双边路 阿柯打野 这套阵容 在团战初期的所有伤害爆发 全部压在了高剑离身上 阿柯收割 我看谁打 谁打这手庄周 但是仙格这个阵容 真的是实话实说 控制略少 全场的控制有杨检的二技能 跟东方太一的大招 和二技能 二技能软控 还不一定好使 这边都有位移 人手有位移 二技能等于没有 除非第三段 只有东方太一二技能的第三段 东方太一的大招 和杨检的二技能 这个阵容真的是投影 我们来看一下A支枪会 英雄组合胜率曹操加布之后 胜率100% 是 出场两次 两战全胜 不过有点担心 就是说确实这个阵容 我们知道 控制少的阵容 如果团战要打赢 必须有特别特别高的伤害才可以 他们这场比赛 庄周的一个瞬间爆发能力 我们先不说了 因为确实他需要 两次二技能叠加 或被动的叠加 才能打出伤害 但是他能否帮助自己的队友 创造更多的机会 倒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现在对方有张飞 庄周倒是比较好应对的 所以现在这场比赛 从双方阵容来看 平子你觉得他们 在哪一方 在哪个时间点 盛变可能会更大 哪个时间点盛变大 A支枪阁 我感觉他们的这套阵容 这五个英雄 分布了前中后期 但是A支枪会的话 可以说他们在 8分钟左右的时候 会是一个大爆发 是 是 这时候大爆发 到底会如何的一个爆炸 是否A支枪阁能成功的应对下来 真的也是这场比赛的 极关重要的一点 而且这也是他们春季赛 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没错 我倒是觉得真的是 感觉到这场比赛 显格要拼了 这一阵容 经济不领先 团战真打不赢 特别像阿克和高健力这个点 你一定要养高健力 因为控制实在是少 真的少 这个阵容就是什么 我们正面 你看这个阵容表达了什么意思 我没空 OK 我有装周 你也没空 好吧 都不空 磕 对吧 已经还有五秒到达战场 请做好准备 全军出击 真的 这是我这个赛季 听到最想的一次 是 我们看到A级枪会对阵S仙格 第四场比赛 那么我是今天解说狂人 我是解说婷子 我是李久 这局 仙格的小伙伴不来两声吗 我觉得这不应该 对啊 S仙格 我觉得这一声已经足矣了 现在更重要的是要代表S仙格的决心 前期抱着东皇太医加上庄周 来做一个比较可怕的局面 高健力到达二级之后 应该会过来支援 没错 谁拿到老帅 老帅 老帅抢到 法师抢到 不过这个还好 毕竟是对面的 对面的红 被抢回去也是一个双Buff 也就是一个正常开局 没有被三Buff开局 不过 看一下局面上 一分钟 目前来说 A级枪会在鱼入侵S仙格的一个野区上下了比较多的功夫 但是其实野区已经被收掉了 对 这一手 这一手减速到闪现Buff 我们感觉要死 射了一口血包 还炸了他塔 等会儿要不让你回呢 这个你不敢越塔 你没有等级 刘苏下路一个人扛着装周 但是这一手回去你上路塔还要不要 那是个李源芳 我们来看一下A级枪会赛点局胜率60% 又来一套技能差一点控制 他老帅的一个闪现B角 但是上路一塔没有了 这样 李源芳你只要敢过一次加尼塔就没有了 不过要走啊 武昂好难受 对 这个直接爆掉了 真的 就是这么快 一分四十秒钟 A级枪上路外塔被破 所以我真的觉得 武昂那只鸟啊 你给他就好了 真的 没有必要跟他钢血 对 现在A级枪宇宙到达四级 中路的阿柯 但是他毕竟没有控制 他不像达摩 没错 阿柯的效果跟达摩完全是不一样的 他将比赛昌慧是卯足了劲 让四百零横扫对方 我觉得小宇现在的一个等级也非常关键 能否被死 能否当住这波的关键 直接甩技能 他是A了三下 扔了个标又补了一段 只能说直接把一技能打满了四段 是 孟磊的一个等级已经快到五级了 孟磊加老帅加张飞 其实原方的英雄那真是强在哪 大家可能不理解 我们看一下他的装备 孟磊这边一把攻速打野刀 还是二指的一双鞋 什么加伤害的装备都没有 旧面板伤害 就能爆掉对方中单一半 大开出来 阿柯兰进场先沉默 小宇没到四呀 没有四级 一刀劈劈完之后再补一下 第一滴血给到了孟磊 孟磊并没有送掉这场比赛的一血 这会不会是一个伏笔呢 你说的是哪天的伏笔呢 关键 去孟磊马 他没有送他拿了嘛 打得非常快 拖战回血还能打那么快 家都不让回 看这一个冒军 A仙哥可以抢战 看一下老帅的位置 说不准 要丢下 哎呀还好有阿柯 我的天哪 但是这边曹操进场了 你看没控制 又必数的闪现 那高杉尼伤得不错 高杉尼伤得不错 没有大招 招不了 后进场被阿柯秒掉 再过来收割 可是看一下这边伤害不够啊 高杉尼进场 东皇太一一个大换掉一人 强行二宽 对 打了一个二宽 这个真的就是问题所在 没控制撤不掉 要打正面磕不赢 没关系 我中路通勒 那孟磊在干什么 先清兵线 然后在炸的那一下把线全部清完 小宇没有大招 刘古仁 没错 现在我觉得A枪会 节奏也很棒 包括他们抓人的一个效果 非常好 没错 我突然想到孟磊的另一个称号 霞谷公敌 所有人都想杀他 这是 我跟你说就是上下路的那两个小河蝎 看他都牙痒痒 就是孟磊每天晚上做梦梦到 都是红蓝buff来找到报仇的 现在仙格他们的一个状态还不错 刚刚趁着上路的一波机会和节奏 把暴君给带掉 这条暴君一带掉 他们的整体经济往上蹦了一起 虽然 还差两千 我觉得上路和中路的塔爆的是有点早 这波塔爆的早了之后 这个二塔还好 是 算是稳住了 这波反打 不好办 阿柯太痛了 刘苏打不死 这个 他特别像一个小强 开了大的曹操 你没有制裁症或梦魇之牙 你能打得死他 这个形容词真的还蛮行上 小强生命力太顽强 又来 月塔强杀 有盾 顶着 再砍 一扇 咸鱼翻不了身 对 以后必须去超会的基督府门口 数两座防御塔 两座够吗 你放个只十个水晶排起来围起来 下路二 下路二塔要爆 老帅这边交了闪现 神男一躲 老帅这边有机会 有机会 有机会 没有被动了 神男这波有点神 但兰西这边过来要 不讲道理了 轮你一下 张飞走到脸上 轮你一下 暴君录二塔拔了 仙格暴君录二塔没有了 现在三座外塔全没 下路还丢了一个二塔 中路这座二塔有可能也保不住 兵线一旦过来 速推攻势的话 S仙格太难防了 装备不够 我想说真的 仙格现在放开了一切手脚 拼一波 真的这个时候就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奇迹诞生的地方 再不拼的话 经济差越拉越大 就更难打了 三千 五分四十五秒 庄周目前来说 对于S仙格来说 是一个比较大的救命稻草 他的一个红脸斗 包括下一件 是不是要出一些法术类装备 来补充一下S仙格目前前期输出不够的局面 但是他很怕李源芳跟不知波武 就是他不怕近战英雄 但他很怕被放风整队 这两个人现在爆发太高了 现在仙格面对超完会是一套打法 让他持上劲啊 一拳打出去之后打到海盐上 泡沫上 看一看梦类的出装 三千装备不出问题是暗影战斧 暗影战斧 大家不理解 ATC出他干嘛 我给你讲一下 他的一个破甲会导致 对这个东西爆出来的伤害极其的不可逐 而且他A人的话还可以加速追着来叠被动 这件装备一出的话 打到现在庄州身上最起码四下爆一半 是 我们看一下上路六分半 杨检想要对花木兰动手 其实曾经在于使用马可波罗的时候 我也非常喜欢使用暗影战斧之间的道具 一是减实一二是破甲 前面看 陈南 打招开出来了 直接爆掉了还剩一丝血 伤害最后没有跟上 这个是双免伤 大招加庄州双免伤被打成这个样子 没错 现在已经这是经济落后的一个后遗阵 已经全部显现出来 VV残血逃生 是 大家看一下杨检的位置 看一下乌恒 乌恒能不能整容世界 全看他 现在乌恒发育的不是很好 反上刺甲做到 这样守护友之凯 相对来说比较肉 但是血不够多 现在先隔正面的一个外塔 被拔掉之后 代表自己的野区根本就守 没有地方守 没错 没有地方退 所以没有退路的情况下 我觉得反而应该重点 孟雷这边 太快了 打这个篮 而且 这个短板真的是阵容选 BP的时候就看到了 没控制 留不了人 打团的时候撤退其实也很费力 正面磕起来我感觉也费劲 就是说大家真的是 可以说你很难控我吧 我有装周 但是如果真的 宣哥这边想留人 留不住 对 特别是 我们今天不说控制吧 爆发就不足以秒的对方一个 甚至于说宇秋的位置一定要特别好 看装备吧 如果能让 吴恒这里包括 看一下还有宇秋达柯 神男 神男的高剑林是三个点 进场 又在围绕鱼 恐怕 再打了 冬孟雷一直接咬住 李元芳 咬了个 咬了个章子 咬了个章子 再开打 吼了一下 高剑林进场 伤害没有打出来 相反他被不说过一套 来回踢球 老帅一套踢了三个 一共踢到四个人 太可怕了 刚刚那个方面 两个辅助位置 看一下这一波上路的高地坛 能不能破掉 老帅刚刚比 一推 流苏下落 上路再推塔 李元芳把塔太快 还是两个辅助位置 能不能来得及 8分34秒 上下两路高地全崩 这个真的是 老帅刚才那一波连招 这真的是 他就有点像龙卷锋一样 把S仙格这边所有的队员 变成了小草 在四个人中间 踢了两个来回 这是罗纳尔多雨晨 真的是凶 一套把人全部踢残 主宰 主宰瞬间打掉 8分58秒 7比3 经济的话 一场会领先了6000块 主宰出来被秒掉 这个压制力太强了 有一定的能及领先 包括向经济领先 真的 要看仙格能不能创造奇迹了 我们之前看到落后5000 经济的比赛 仙格翻盘率4% 就是他们能不能抓住这4% 没错 这场比赛仙格目前 好消息是高剑离 弑神之术已出 夏天特务面具在做 但是 顶着主宰拿黑暗暴君 还好 不是黑暗暴君 还差30秒 顶着主宰拿暴君 但是也是利用了30秒 又抓住了一个暴君的 时机 对 对 老帅这个扇子打在 太痛了呀 这什么扇 都扛不住啊 欲擒坤伦扇 你看这曹操 刘祖打出了威威的感觉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这个蓝锡杆 蓝锡杆直接开大 强拆了 龙进来 陈轨如果再把那张龙 引到中路来 我觉得有点危险 孟磊 孟磊要强拆 先靠一波 这样的话下一波技能 可以直接秒 刘祖会是想直接一波的 不然的话这个位张飞 看曹操已经进场开始砍了 推塔 主宰先锋 秒不掉一个大招 还好 庄周刷出了被动 又进场了 直接秒掉东方太一 高杰林大招 进场伤害不够 高秒不掉 孟磊 远方没有死 阿柯被杀 仅存一个无痕 无痕能不能救世 再砍伤害不够 还是一个庄周 一波团面 恭喜 A进场完会 推掉水晶 4比0 狠手A先隔 那禁忌季后赛第二轮 老帅在比赛当中脱掉了眼镜 在最后再戴上 现在AG超会目前的状态 确实非常非常地好 但反观S先隔 就是也是 昨天我没有遗憾这个词 我觉得不太好 我觉得也是比较光荣 韩叶在台底下 眼当中有泛的泪花吗 我觉得这场比赛 超过多有人 现在会有很多很多的 小伙伴在看比赛的时候 其实相信他眼睛已经有点湿了 这个也是 没有办法 还是那句话 确实先隔这场比赛打得尽了力 但是确实是遗憾的 只能说 我们不做任何掩耳盗铃的事情 说这场比赛没关系 不能这么说 被横扫是一件很让人伤感的事情 但是只希望他们把这个东西继续装在心里 说实话 君子报仇时间不晚 还有下赛 秋季赛 把这球爆回来 对 没错 同时恭喜AG超会 AG超完会